大家好,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食谱,基本上就不是我自己的厂 只不过我改过自己的东西,改过一些东西 作为开源随访的部分,我总以用LiveStream的方法来share the recipe 而且加上我的性格,经过性战截截,做不出来的 recipe 所以我决定用LiveStream直接record的方法来做 这样就不用战战截截 今天要做的基本上是我们Gitdon的 Gitdon Friendly或是Low Cap Low Carbohydrate的那边 那就事不宜遲,开始吧 有什么就在这个过程中再谈 OK,就这样 首先,先来两个 2杯的Almond Flour 大家都很明白的了 通常呢,这些所谓的Gitdon Low Cup Low Cap Carbohydrate的食谷呢 都是靠面粉部分都是用Almond Flour 那些这样的东西 你代替的了 Almond Flour,Coconut Flour 这些东西你代替的了 那当然啦 我现在用的就不是一个 就不是用一个真正的Almond Flour 因为真正的Almond Flour 因为真正的Almond Flour很贵很贵 那我现在用的是磨碎了的Almond 那呢,这里的Label就写着 Extra Fries for Macaron 即是超幼的 比Macaron用的 超幼的Almond Flour 超幼的Almond Flour 即不是Four 应该说是超幼小的Almond粉 应该这样说 应该叫粉就不可以叫面 它的粒是比较粗 就没有去到面粉那种幼小的程度 基本上 那我这个label做了几百 我觉得是 基本上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我的口感 虽然是没有面粉那么低 但是 又是这么幼的 但是 完全是可以接受的状态之下 OK 2C 那由于我没有放到Four Cut 通常我会多一点点 多一点 多一点 少一点 多一点 少一点 其实就 不是真的 不是那么 差一点 就没有什么所谓 可以 可以 放下 跟手里 就是 半级的 Coconut Flour 其实你不能 你不能用半级的Coconut Flour 都可以 你直接用用Coconut Flour 那这个是什么来的呢 这个是Coconut Flour 这个是Coconut Flour 即是那些 椰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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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椰丝呢 我拿回来 然后再打它 再幼小一点 那当然 也都是 不到 不到 不可以称得上是 麵粉的程度 都是那种 那些 都是那些 麵粉的那种 那些 都可以称得上 那些 那些 那这个 这些 基本上 是不会 Fill的 我试过这么多放 基本上 是不会失败的 OK 这支上 就是半级 刚才就是 2级的Almond 这个是 半级 Almond Flour 半级的 Almond Flour 都是那句 如果你 如果你想买 用 Bla 的话 可以的 那我就 没有了 我就用 磨油了的 Almond 磨油了的 Almond 和 磨油了的 磨油了的 椰丝来做的 这次 我尝试一些 新的 东西 之前我试过 几把 都是没有 因为 用 低糖 或者低糖 你不能用一般的 糖 之前的几把 我试了 我都没有用糖 用其他 入味 效果 都不会很甜 但是 適合我 这次 我们要试的 是 这种 叫做 Isomal 看到没有 Iso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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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 为什么会有 失焦了 那么有趣 Isomal 以及 Sirito Sirito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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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上用的 代糖 是 是 第一 不可以吃得多 吃得多 会有 好射的 迹象 就是 我们试的 而 狗 是不可以吃的 因为会中毒 是 是 我上网看过 这两个 Isomate 用来做 热 有 Beking的 是很适合的 因为它 粗身 但是甜味 不够强 所以通常要侵置其他 雪灯 我今次就试一下 这两个 组合体会如何 OK 就 线重量 杯量 三分一 的 Sirito 因为 Recipe 是用三分二的 雪灯 大约三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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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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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的東西,冷藏的東西多多少少都無所謂了 就這樣 先放回去 大概是三分二杯的雪燈 放到有少許了 放下去 一油四分一大匙的拌勁泡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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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4分1的tablespoon 你可以用4分1的tablespoon 不过要3分 即是4分3的tablespoon等于4分1的tablespoon 所以这个要6分3次 这个盐 盐在这个位置 我就觉得 我这个盐好像不够咸 所以我会加多一点点 那你们 试了这个盐料之后 给你们自己看 这样会好变 OK 所以 1.5 teaspoon 接下来是3tablespoon的coco powder 之前我也是一直试 3个tablespoon的coco powder 不过今次 我去买了一个 紫薯的 而且还在说的是100%天然的 是这样的 看到吗 看到吗 啊 100%的coco powder 所以 我打算试一下这个 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效果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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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在看有什么效果出来 图期放到内容 你放到内容 基本上也不会参临到哪裏 好,先打一招 三个papel spoon 还有什么东西 哦,ok 然后,原装是实际没有用的,Centra Gum 这种是1.5茶匙 因为现在在用的4分1茶匙 所以是2个 Centra Gum 是一个,你这样想吧 它好像一个树粉的功用 即是令到水 原本很稀的水 可以变得很稠的 就是Centra Gum的功用 ok 在这里,它是起着一个 油圆剂 给到你 你的东西有 因为 M1花和Coconafly 是不会生根的 即是不会生棉根的 所以你做出来的东西 没有那个根性 而这个Centra Gum 就让它有油 哦 跟着你就是 跟着你,是 牛油 牛油 是 原本的草莓是 2小匙的Coconafly 那 我就把它用 75克的Buffler OK 75克的Buffler 多一点 少了 都是那一块 对我来说 就不需要太 太 執着 的 份量 所以它有77克的牛油 OK 至于牛油的故事 可以跟你说一下 就是 我一般用的时候 用Buffler Oil 就是用Buffler 用Buffler 滑了 然后 倒进去 混合 我发觉这个做法 最大的问题是 它会变得很结实 后来我上网 我看到有人说 就是 如果你想不结实 你就会硬硬硬 成块拿 然后你搓烂 出来的效果 就不会很结实 但如果你 拿去 溶了 变成牛油 再倒进去 它就会变得很结实 所以我改了 实际 改了这个 OK 基本上 嗯 干货 就下了 那 接下来 就是4个蛋 不过 先搅拌一下 水 液体方面 由于 Almanfla 和Coconut 椰丝都会很吸水 所以呢 我建议 它原本是用到三分一 我觉得不够 三分一 好像不够 原本没有那么多水 后来我三分一 三分二也试过 那么一个最 最 呃 不是标准 不是标准 最大的水分量 你自己可以试的是 我试到最大的水分量 是一杯 那这次我都是试到一杯为止 你看 那 基本上 你用什么液体 都没有所谓 在这里 真的没有所谓 我的经验是 那 因为现在不是做足率 的 一杯 一杯 ok 因为不是做足率 的 分量 所以 液体 我没有放其他东西 但如果我原装做足率 我认试的是 我认试用巧克力 它原装是用一个普通的 牛奶 那我这里是用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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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点 那 我们的 Vanilla 辣椒 是我们自己做的 就是用 沃卡 和 Vanilla 一齐做的 那 下摆再说 其实在网上也有很多 如果你们要 要去找 可以自己去找到 ok 那 先放在一边 液体 就这么多 那 接下来就是 4粒 蛋 4粒 蛋 原装 没有分开 处理的 就算了 但我发觉 太 太 不够 鬆化 所以我发觉 用 打蛋 白发了 会好很多 那 我们有时候来看看 打蛋 先 如果你打蛋 分蛋白 我也是建议 拿个 拿个碗 另外分 因为 如果 无论你多有信心 也好 一旦出事 你会整个四粒蛋 或者五粒蛋 或者五粒蛋 或者多少粒蛋 我不管 就会煲 煲 那 你这样做 出事之后 至少你也是浪费了一粒蛋 如果你一次过这样 你浪费了四粒蛋 甚至乎浪费了二个 所以我建议就是 强烈建议就是 分开来打 这是我的建议 因为我看到好像有蛋壳在里面 所以我要 挑去 尝尝 不要让它放到 嗯 是有蛋壳的 那蛋白就放到这个盆 到时候要把它放掉 那继续 好 我想打过蛋白的人都知道 所以 蛋白那方面 完全不可以有 任何杂质 所以 就不要 混合其他 混合其他东西 否则你放不起蛋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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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在用的四个蛋 是 B蛋 是B蛋 B蛋 搞定 分开了 先放置 先搞定 先放置 OK 在我继续之前 还要做多一件事 因为通常蛋白化了,要立即去解决 所以我暂时不用法治 先处理一些东西 这里会有半杯的Nut 半杯的Nut 即是半杯的Nut 现在要弄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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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鸡蛋 大致上就 这么切 这么大小的东西你自己喜欢 那我还有加些鸡蛋 鸡蛋 我喜欢加鸡蛋 我发觉鸡蛋可以这样按 它就算了 那 为什么加鸡蛋呢 因为原装的菜式就是打算做巧克力馅 那巧克力馅 我发觉 你加了鸡蛋 给别人一种感觉 就好像在吃巧克力吧 就是你外面 买的巧克力馅 买的巧克力馅 一排排那些 里面不是有鸡蛋 通常呢 它就是 OK 先吃鸡蛋 先吃鸡蛋 通常有鸡蛋 那个鸡蛋 其实 就是 最原始的鸡蛋 当然有很多其他鸡蛋 但是 那些是后来发展的 后来 最原始的鸡蛋 其实就是 在讲鸡蛋 这个鸡蛋 我用那些 风机呢 AerFryer 不算AerFryer 即是有风的 产生热能力机呢 烤190度 烤190度 烤成 3分钟 停了之后 再烤3分钟 之后 再决定 到底有没有烤3分钟 之类的东西 那这些 你们就 自己 想 想 那 加不加脆呢 就完全是 你们的 选择 来的 你可以用全部都 巧克力馅 的 那原装的 是用 半杯 的 半杯 的巧克力馅 的 那 自己吃的 你可以 好爽 说真的 我 通常我自己吃 或者做给别人吃 的 我都 不会差的 即使 用来买的 做出来买的 脚饼 cookies 都不会是 很沽寒的 通常都是用酷料的 那 为什么特意去买这块东西呢 我觉得 切完这些东西 很方便 如果用刀 它没有那麽 那麽 闊的位置 它没有那麽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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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de 還有 那麽 呢 我 裹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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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已經打碎了 這樣是很快可以搞定的 現在我要切粒就花了一點點工夫 在鏡頭前面是聞不到自己製作的Vanina Extraction 我現在聞到是很香很香 所以我建議如果你自己吃的話 都是自己製作好一點 我們在鏡頭出產的所有餅乾也好 月餅也好 什麼都好 用的Vanina Extraction都是天願自製的 就不是那些 artificial 其實為什麼Vanina可以賣到這麼貴呢 最主要原因是它的香味是做不到 做不出來的 所以才可以賣這麼貴 因為它的香味本身是不可以假毛的 這個是值錢的地方 剪掉的地方 剪掉的地方 千萬不要太細粒 因為 你切得太碎的話 你切得太細粒 就不會覺得咬不出來的口感 就吃不到味道 所以 由於 家裡的 豆 就是堅果 讓我用到七七八八 所以 有什麼就拿什麼來製作 就是 這個香味 用完了 還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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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決定 你想下什麼都可以的 基本上 紅色的berry 都可以 都可以的 所以是沒有說一定要下什麼的 那你可以 這個recipe 如果你自己的份量 你跟著我的份量之後 你自己去調配之後 做出你自己的recipe之後 你就可以拿來做base 即是那些牛奶 那些份量 當然 就不是這個了 大致上就是這樣 就這樣 這次我們用這隻 赫書的special duck 這個addition的chocochip 其實讀不讀都沒有所謂 你不自己吃的話 要多點 要自己吃 反正都是自己的套 有什麼問題 OK 大概半杯 OK 先放置 OK 先放置 好 現在你可以 打個蛋白了 打個蛋白了 對 我等一下 我把蛋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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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Cream or Tata 基本上打蛋白你可以用或者不用 是一個選擇 原裝的製作是4分1tsp的這個 4分1tsp的這個 還有4分1mol 還有一隻 可以先用鼻子 好了,打蛋白 放過去,放過去,放過去 放過去,放過去 OK,開始 我想很多人都教過了 我就不會犯專家 大家介紹一下 開始的時候 用低速打到去 打到去 先從大鋪變成小鋪 然後沒有什麼蛋白 液體的蛋白 是 當然,你現在可以加的是糖 有糖還是砂糖 現在沒有什麼 可以加 4分1tsp的Cream of Tata 4分1tsp的Cream of Tata 嗯,4分1tsp的Cream of Tata OK 我的經驗就是 要拍蛋 用這個來拍 這樣攪拌完圈 就最好 或者 換上鋪 我不是不斷吃空手 所以我 不敢說什麼 你放它 用鋪麥粉 也不夠難打 我來說 最重要的是 拍攪起來 現在 感覺上來應該可以了 其實打過龍是沒什麼所謂的 已經夠硬了 看到一些東西可以站出來 其實這個個案 打過龍是沒什麼所謂的 對我來說是不會直接影響到整個東西的成敗 只不過要打是令它很鬆化的感覺 最主要都是 這是我的經驗 我不是一個專業的師傅 所以我不太熟悉 這個可以拿過來 現在 當然你可以用手搓去 搓去 搓去 和那些粉 混合在一起 我只是稍微 因為它本身已經很軟了 所以我只是稍微搓去 和那些粉混合在一起 也是沒有特定的技巧 基本上就是要混合在一起 是不得了 見て細心 大致上 沒有很明顯的 有很明顯的牛油塊 可以啦 只要不要大塊就可以了 如果用麵粉的時候有些技巧 他們就說不要怎麼弄 會出根 但用這些蚊蚊和蚊蚊 不會有這個問題 基本上就可以放液體 現在就放液體 我之前試過放液體 就是把蚊蚊蚊打下去才放液體 但我發現效果不太明顯 沒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懶得把蚊蚊放進去做這個工作 先把蚊蚊放進去 現在這個 攪拌了一半的時候 可以下去幫忙了 把蚊蚊放在買 拔到來 還有一半的時候 兩個聲禁止 要不要再把蚊蚊放進去 喔! 看看那個蚊蚊蚊放進去 發動到 發動還是一半的時候 所以你一刻可以看到它是很乾很乾的 很濕,很乾,很粗糙 其實很濕,很濕 其實可以放一杯多一點的水 所以它不會那麼乾 我感覺好像想加多一點水 加多一點點 唉,有一個茶匙 再加多一個Tablespoon 讓它沒有那麼乾 我發覺就是,如果它很乾 那它就不會發得好 機會上 OK了 好,夠了 先把它放開 先把它放開 因為我看完這製作品,它很像糊 糊的,做出來的時候 好像那些芝麻糊 那些,好像粥一樣 很稠,但是有很稠的流 液體 但是你看我這個 很稠,很濕的麵團 所以我覺得要鬆嫩 要發得好 很漂亮之類的東西 啊 就要 就要多一點水分 這個是我的 我的經驗 跟我說的 但當然啦 另外一個問題也是 就不可以 太濕了 要不然呢 你就永遠都敲不熟你的 你的Muffin 那當然我都必須強調我不是一個 空培師傅 所以 我絕對歡迎大家多多指教 和大家的意見 你們如果跟著這個 recipe 做了之後 有什麼更好的建議呢 不妨跟我講講 那我們試一下看 看成不成功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就是做生酮飲食的 我就是做生酮飲食的 我就是練習生酮飲食的 我就是練習生酮飲食的 所以這些 用低糖 和提供糖的 recipe 我都會感興趣試一下 ok ok 然後這些都可以放進去 ok ok 然後呢 那些蛋白都可以放進去 那些蛋白都可以放進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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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呢 抹蛋白呢 就用這個 切的方法切進去 切切切切切切切 跟著向核心 攪拌上來 加湯總來 要保安 剩下幾個會 等等 可以 等到 現在 沒有 你 還沒有 你 看 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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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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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